香港時間晚上10點 明天不是公眾假期 不過因為重陽擺放星期二 我估計很多人明天都會申請放假 我都很合憶 自製長假期這件事很正常 這一個流行比較少的時間 我想跟大家說如何理解烏克蘭的新聞 因為我發現 人們看中文全面 甚至英文全面都中了毒 就算不是軍武L的台 有些軍事台對他們的理解都是錯誤的 例如Bundestark的決議 其實是一個沒有約束的決議 否決了CDU的決議 所以說德國不再幫烏克蘭 但是德國國防部長 突然間訪問奧德薩 還說很快就會送到IRST 因為IRST是順德國系統 而且他跟之前美軍送的系統是可以配合的 應該是跟美國談好數 我也是這樣說的 那些傢伙就全部消失 包括台灣極端陸營的傢伙 全部消失 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你說入北約 就說到好像美國不是很想烏克蘭入北約 但實際上就不是 實際上真正現在入北約的阻撓是 匈牙利 匈牙利和 土耳其都未必是 土耳其主要是埃爾多安想阻止 瑞典和芬蘭入圍 反而是因為跟庫爾德人有關 因為埃爾多安絕對是一個混蛋 你問我喜不喜歡土耳其 我不會考他去土耳其這個國家 如果埃爾多安仍然在這裡 仍然他不打算跟亞美尼 或者庫爾德那些屠殺問題道歉的話 我不是很有興趣跟這個國家訪問這個國家 土耳其我喜歡實際 但我真的不是很想去土耳其 我對一些國家是有態度的 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你不要解錯軍事新聞 解錯軍事新聞 你是自己為教的 大概1.20那一節 我就會講最新的烏克蘭軍情出戰 然後英美時段 英美時段我就想說是亞美尼亞 因為亞美尼亞是挑戰的 不再是CSTO的組織 亞美尼亞是第一個挑戰 應該是佩洛西建功的 佩洛西成功建功的 所以我這一個大概一小 其實總計我現在變成一個一小事 一個系列這樣去講 我覺得應該怎樣去理解這些新聞 OK 不要再大家去亂解 先講德國 德國其實CSTO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困境 當然 首先 SPD 在烏克蘭問題上慢 大家都知道 究竟問題就是 今天烏克蘭搞成這樣 某程度上跟現政府的關係未必很大 真正來說 是兩個黨的共業 一個就是現有執政聯盟的成員 社會民主黨 因為社會民主黨裡面有一堆 是直接收鵝國水的朋友 OK 但就不是蕭盈智那幫人 他是屬於什麼 之前仲基斯和德那幫人 斯和德那幫人 斯和德那幫人 斯和德在 Neo-Saxism那裡的勢很大 下三周 那裡才問題大 因為斯和德是普京的好友 那是一個問題 OK 但問題就是 斯和德的派系 在ASP 已經不算是主流 所以他就不斷拖後腿 拖慢的時候 但就是蕭盈智 去做的決定 譬如捐PZH2000 已經突破了 德國傳統的 政治上 不捐重型武器的障礙 OK 你說 放了RST 就很簡單 其實你看到德國的清授 摸得很清楚 就是 只要德國完全掌控的系統 我捐給你 都會捐給你 我只要補給沒有問題 即現有系統 甚至RST 德國軍隊都沒有用 RST 是德國賣給別人 但問題是 他自己還沒有用 大哥 他自己還沒有開設備 他已經在烏克蘭設備 可想而知 你說德國是不是 賣過期武器 你看到德國只是公關差 因為公關差的原因 那些軍武倫懂得問嗎 那些軍武倫是看中文的 我都說的 你軍武倫 你夠總和我說軍事的 行 沒問題 你露出你的爭養出來 沒有一個露爭養 那些軍武倫 個個都知道 床頭露尾 全部都是賊 我眼中 現在德國的真正問題 以往那個 NOTSRIN I NOTSRIN SRI 以往BIPASS烏克蘭的 背景其實就是CDU的現代 CDU CDU 上一任總是CDU的總是誰 Angiel Merkel 密醫 密審 密審是懂得俄語的 他跟普京聊天 普京可以用德文跟他說話 兩個很奇怪 因為同時在東德出現過 OK 普京曾經駐紮過德雷斯頓 甚至做過東德國家安全部的官員 他兼職的 兩頂帽 所以你說 普京可以跟Angiel Merkel 用德文聊天 Angiel Merkel 跟普京可以用俄語聊天 那時候所謂的親和政策 CDU是主力來的 主要推動者 那個 德國BUNDELSTART的動議 我認為是補菲用的 如果你這樣補菲 這麼虛偽的補菲動議 我是SPD 我是大軍 我是Tri-Di-Motech 我是Tri-Di-Motech 那些黨團 我也吵架你 我也吵架你 我為什麼要給你我來補菲呢 他現在說到他對普京的政策很激感 好像 德國人都覺得他是 那些武器得慢的 那些武器 這問題就是 喂大佬 你CTO當年 你都要檢討你自己 以前Angiel Merkel 做過什麼 那些事情 Angiel Merkel到今天 都覺得自己沒問題 很多事情 你說Angiel Merkel的真正問題 他不是親莊 是親我 那誰說這些 而且德國人 由A 去做B的政策 德國人這次已經改得很快 德國人這次 因為很多以前Angiel Merkel 遺留的政策 是以法律形式寫下去的 我不是隨便可以改的 大佬 一些具體政策 Paper 你全部 你俄馬法國家做的事情 一個Paper 一個Paper 建立上去 所以做事是有 有比較慢的原因 這些人不懂的 你怎麼會覺得這麼矛盾 為什麼德國國防部長說 我會給RST 其實已經在給了 基本上俄英金屬送他過去 這很簡單 那件事是 你要知道那個動議 那個動議本身已經沒有約束 已經是一個問題 那個現在無關要子 德國沒有人討論 但是整件事最好笑的就是 提動議的那個人 就是當然 有份推動親俄政策的政黨 What the fuck 你們這些人我為放負? 民進黨我覺得有部分 純粹是裡面的政治鬥心 我想鬥一下謝志偉 我覺得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 事歷裡面的系統 那些有些 優遣志那些 那些我沒有眼看的那些 但是你說 你說香港那些熱狗 不用說 你肯定收稿 那些命令 我都不用跟你說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不是這樣談 國際政治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很清楚 你要知道 德國政治是怎麼玩的 英文社區的人 本來已經一枝半解 這個很嚴重 英語的人 更年做英語新聞的人 無論英國還是美國 都是一個問題 他們那個 因為他們很少 有俄語的人 不同 以前眼淨年代好些 眼淨年代 變成他們一看東西 就很容易把自己的那一套 就很容易這樣代入 然後你中文的那些 有些猛性的 又再看下去 結果就是 讀上讀 所以我就 怎樣 我就看得不是很高興的 但是我德語社 我德語國家 又不是這樣理解問題的 這是第一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那些 整班熱狗 為什麼一天 有幾個德語頁 說德國的頁 我老實說 我就很不老 我很不老 一陣熱狗 熱狗真是害人不淺 好,第二 Ukraine加入NATO Ukraine加入NATO 要Fast Track 起三十個國家同意 老實說 如果美國不同意 這件事 美國早就大大聲 就說 喂,不要這樣玩 澤連司機不會 馬上去簽 簽份 還沒問美國 美國 就怎樣 在簽份 他一定是問英美 整個NATO 入不到 會 左頭左勢的 叫做奧爾班 不是奧爾班 為什麼不是奧爾班 奧爾班 奧爾班 表面上是兩面奉緣 但是奧爾班 實際上 他知道 如果 烏克蘭日北約 對 對奧爾旗的安全 是重要的 奧爾旗有兩個永遠的經典敵人 一個叫伊朗 一個叫俄斯 奧爾旗跟俄斯的敵對關係 是不會變的 基本上 只要在同一個黑海裡面 基本上 對奧爾旗來說 最好打散 第一 克里米亞給烏克蘭拿回 第二 那一刻 烏克蘭是北約成員國 OK 俄斯是克海的勢力大減 那 土耳其才能夠安穩 而且 還有一件事就是 傳統上 希臘 希臘是不是真是親 反我 不是的 希臘 希臘有一幫人很親我 希臘 因為希臘的問題 是涉及東正教的問題 那裡是一塊屎 那裡叫做色雷斯問題 OK 色雷斯問題是一塊屎 基本上是 真是屎 色雷斯 所謂色雷斯的問題 就是 軍事坦丁堡 保加利 北馬其頓 希臘 那一堆 色雷斯問題 色雷斯問題很爭 色雷斯問題 色雷斯問題 是巴爾問題 另一個爭架問題 你不明白 那些國家 好像互咬 那些仇人 那些仇人 你看到他們 過千年歷史 那些是 追溯到 東俄馬帝國的歷史 那些東西 神經病 所以土耳其 是不會阻止的 土耳其 土耳其 會阻止瑞典和芬顏 阿爾當應該會最後才簽 因為那個 真的 他要逼芬顏和瑞典 不要再 支持富爾得人 其實是很賤格的 因為 他說富爾得人 是有立國權利的 其實你 阿爾當經常都想做 想搞一個哈利法出來 經常都想做哈利法 這件事我就不喜歡他 所以你問 阿爾當還在土耳其 我都不會想去土耳其 我不會想去土耳其旅行 就是這個原因 我為什麼要去這些國家去旅行 我喜歡吃土耳其 真的 土耳其是好吃的 土耳其是最接近印尼 口味的食品 對我來說 譬如那些 SIMIT SIMIT 是一些芝麻 一個圈 像Bagel 但是有很多芝麻 那種的焗法很像 我們印尼的食物 印尼是很喜歡我 很多芝麻的食物 印尼 它的口味 基本上 土耳其和印尼的食物 是很相似的 口味 很相似的 咖啡 那些 所以有時候 想吃印尼的食物 沒有印尼的食物 吃土耳其的食物就可以了 但是 阿爾當這些人 不好意思 我真的頂不住 真正會 真正會 阻止 烏克蘭入北約 那個叫做 兇牙的 因為 奧爾班是貪錢的 奧爾班 奧爾班是 我簡單的 是 他收到普京水 普京 總之有辦法 讓他賺到錢 然後 枯著 弘村選民票 他 就 做什麼都可以 奧爾班是 沒有了理想的 熱狗 其實 奧爾班 很熱狗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我這麼討厭 熱狗 熱狗是一種 在各國政治裡面 一幫 表面激進 實際是 唯一試圖的一幫賤人 奧爾班是那一隻 所以你說奧爾班 整個問題 奧爾班 奧爾班 他會想辦法 會執行普京的任務 其實之後 美國真正要做 其實這個 澤連司機 申請入北約 是現形的 他會將 這個 現在到 匈牙的 到現在都未簽 給瑞典和 芬蘭入 那個協議 如果 你 你還不簽 我告訴你 之後一定有氣體 美國一定 動 動奧爾班 是這樣 是要 現形的 他要確定 北約裡面哪些是鬼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你說歐盟有些 有些北約裡面 有些 歐盟裡面 有些人 有些國家就純粹參選 不是鬼 譬如 MELTA MELTA是純參選 所以 他最重要的是 攬著 他的高等護照 其實 但是問題 MELTA 譬如你說 日不約 這個問題 MELTA 不會親我 MELTA 因為MELTA 的安全是 美國好照 沒有美國好 你回去吃屎 是這樣 我們要考慮 理解問題 不是美國 一開始 美國加拿大 不用說那些熱狗 不是熱狗 都討論 中文傳媒 最大的問題 是國際 就是因為 他騙你 不在當地 也不看 多語文 其實現在 全球化的 我覺得 有些事情 看國際新聞 第一 就不要再相信 那些什麼專家 那些專家 很多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是一個專門 OK 但是近年 中國 這個共產黨 的傳統就是 講國際關係 夾帶他的私貨 然後 就怎樣 很困難 而文匯大工 最流行做這些 做開的 其實文匯大工 那幫人 所以基本上 你要了解國際事情 你問我的方法 第一 你 不要相信 那些 所謂專家 因為全部 你的專家本身 只要有他自己 政治 他講的話 都不能相信 這是第一 你一定要自己過去 第二 你不應該只看美國 的新聞 其實最好就是英美 英國好 美國 英國比美國好 美國那些 美國有些 例如你 看慣的 右派 有些 可以百分百張 扭曲到 純粹為了 為了 特朗普的口味 而設計 有些 真的不行的 其實我現在 我在歐洲住五年的經驗 告訴我 最好看新聞 什麼是看平衡的新聞 如果看歐洲的東西 應該是 得 英 至少得英兩體 跟著最好 如果你懂法文 就得法 因為你會有一個比較平衡的 一個 意見 還有因為 有些事情 大家都在羅馬法國家 大家都在羅馬法國家 有些事情 你就知道別人的邏輯是怎麼玩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有些東歐的國家 那些鬼祟東西 就真的得與傳媒 才會 得與 會接觸到 因為 這個 就不是因為德國強 因為那是奧地利反而的關係 因為奧空帝國的影響 因為奧空帝國的影響 奧空帝國的漁水的影響 是令德語 其實在東歐普遍有一定的通行度 因為生活所需 有些是家庭 生活所需 即使 希特拉搞到那些 本來殘遇在東歐的德語社區 全部毀滅都好 因為工作所需 或者近年歐盟那些 找事做的關係 變成德語 在歐陸來講 在海陸 除了英語 德語是有一定的通行性 所以變成 有些東西 你了解德歐的話 德語是有用的 有其作用 但是當然最好是 你懂得斯拉夫語 斯拉夫語族 那些語文 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 所以我有時候 我都看得不夠深入 因為有時候 如果有機會 我會 譬如我會 我現在只能夠簡單 看那些 沽黑人 那些 有些字 即是看開看熟 就大概認到是什麼 但是 因為你沒有認真 學過那些 就是我想 我的年紀都未必 有人再讀 多一個 就是斯拉夫 因為我完全是 另一個系統的東西 世界二 那些是完全 另一個系統的東西 當你有這些 在地理解的時候 你就會少被很多人困 所以你看到我一直 譬如說 就算我看英國的東西 我不會用中國民族主義 那些 在中華膠的眼鏡 去看問題 譬如英國這樣 我就 雖然我不是英國主義 但是我英國 跟政界保持接觸 我就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譬如你說卓韋斯 你說卓韋斯 會被人逼供 也會的 因為那些保守黨阻制 會動他 那個已經是保守黨外鬥 那叫做 One Nation Conservative Teresa May 那些 但是Anyway 我想 了解國際的東西 這一集 我看法很簡單 不是這樣理解 盡量避免用中文傳媒理解 和盡量 所以你看到我這裡很多 不會只是講香港新聞的節目 我亦都不會只是講 如果我只是講香港的 評論人士是非非的 那些 我覺得那件事就變成是無謂的 現在真的是一個大時代 我們不是這樣看的 現在其實 這個大時代是很多 一些 什麼 其他 八卦新聞的事情 我覺得 OK 如果我們只是講自己 為我為傲圈子 拍下心 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想大家想見到的事情 好了 今晚第一次去到這裡 第二次講 這個 烏克蘭的戰況 我都要更新的 第三個就是亞美加利亞 那我就這三個 那我就先講完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